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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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的好朋友詹姆斯 彭 今天既然來了 帶了一台RS3 給我去品香 在品香之前 我要先給他考試一下 因為我其實很少賣奧迪 坦白說我奧迪 就是挑到那種真的理智很少 我才敢賣 我們是比較膽小一點 怕後面麻煩多 因為也沒那麼專業 所以今天竟然專業的來了 我就把我店裡面 剩下唯一的一台奧迪 請這個我們的詹姆斯棚 奧迪達人來幫我們剖析一下 這個車到底值得買的地方在哪裡 還有看這個車的時候 要注意哪些眉角 順便來考試一下 看看他是不是名不虛傳 還是 浪得虛名 好來看車 小四老闆這一台A6 其實它非常的經典 因為這台車 它除了經典之外 又多了一些fashion 就跟我們小四老闆一樣 看到沒有 有人告訴我馬尚大哥是怎樣 就很驚喜 那這台車呢 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從它下氣吧 有最酷的S-Line 怎麼看的 這邊外擴式的 如果一般A6它是做比較內斂 就是內縮 沒有那麼長是不是 沒有延伸出來 沒有延伸 對那因為是灰色 所以它看起來沒有那麼對比強烈 但是如果是白色的話 就會特別強烈 就會很像R8這樣 對啊 有黑色的那白色的R8 那種黑色的那種套件的感覺 沒錯 那這一批呢又多了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職業病喔 我每次看到這個蓋子 我都會想說 嘩嘩看說它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好那這台車為什麼我覺得 還有很棒的地方是它的日行燈 重點來了 如果是舊款的A6呢 08、09就沒有這個 這一款是從幾年出到幾年 從06年就有了 大嘴嘛 06年就大嘴巴 我們書生大嘴嘛 對對對 然後你說到 10年小改款 10年就多了什麼 眼睫毛 你要微整形都不用 它都幫你處理好了 就是下面有稍微有一點那個 塗了臥蠶的顏色這樣 然後這裡有個日行燈 所以是小改款 小改款的 小改款的賣到幾年 小改款到111 最後末批 所以這台車我剛剛一看就是判斷 它應該是末代的金裝版 所以金裝版就特別保值 因為它做了S-Line套件 那S-Line套件除了車頭還有哪裡 好還有一般我們手動的S-Line 你可以在淘寶買350 蝦皮 對不對買回來自己貼 精靈馬力提升 瞬間報表 對順便報表 S-Line 好後面再貼一個CE 對誇錯 再把這個烤成銀色的 對 好 極盡能裝B之能試 全部都把它裝B上去 總共只需要3500全部搞定 搞不好也不用 對 如何一眼看出 它是不是真的S-Line 除了前端的外擴式的氣霸之外呢 還有在後面 屁股 一看屁股就知道它小改款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蜂窩式水箱罩 喔蜂窩式的水箱罩 對還有它的燈條也換成LED的燈 一顆一顆的是不是 對 喔它是它的進程是這樣 本來是燈泡後來改成一顆一顆的LED 對 之後改成光條 光條沒錯 所以我才說奧迪有沒有 很多人就是買06年回來 然後燈改改 改改 就變11年 不過我們也有雙出 雖然這個照碑是大概A照碑而已 那你要 你剛剛沒拍到對不對 對 你看那個RS3是C照碑的 我跟你講老司機 這個D照碑 老司機就是手這樣 就大概知道那個大腳 我們彭哥是不需要手筆 他目視就可以知道照碑了 那就是老司機跟小司機的差別 我小司機是老司機 對 2.0T 它當初有幾個排氣量 來 這個來很重點 2.0T其實是蠻值得入手的 它有2.8 那2.8就是比較沒有力 自然進去就沒有力 然後它又最近比較重 所以它二手架更不好 所以它當時就只有這兩個版本 對 彭哥你賣很多這個車啊 如果觀眾朋友 他想要看A4啊 A6這一種 特別需要注意什麼地方 除了我們基本的事故啊 泡水啊等等 那當然我在這邊先講 你找小司買 還是找彭哥買 事故泡水調表那個 你不用擔心 但是我是說如果 很多人現在很喜歡去找一些 什麼FB自售 自售 也不知道真自售假自售 把它去找自售 它不管 那它要注意哪一些細節 要特別注意 如果我要買這個車的話 像小司老闆這台車 其實它選的里程數少 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這里程數稍微多的話 在10萬公里左右 比較容易有吃雞油的狀況 但是正常的 在兩三千吃一瓶 其實是正常的規範 可是因為台灣的用車環境 它會造成一些 兔輪軸的間隙過大 吃雞油就會變大 所以6萬公里 是比較安全的一個數值 10萬以上就有機會 10萬以上就有機會 我檢查一下這個後車廂 有沒有放雞油 啊 清掉了啦 清掉了 真的沒有 它可能美容的時候拿掉了 不然我跟你講 我們每次估奧迪亞 10台有9台 後車廂打開裡面都有機油 裡面只有 因為原廠說加一機油 是合理的 正常的 這台車的里程度非常少 它看它的皮革 用料就知道它的里程度精準 它的皮革相當的好 那你看 其實這個打孔的真皮方向盤 其實它的觸感也是非常的好 就是跟它這個 6萬9的里程 是相符合 是相符合 因為其實這個 我坦白說這個好像 因為它的材質比較軟 環保的關係 是不是比較常會 光滑 人家說油漏漏 油漏漏 排檔頭好像也會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內裝的質感 就相當 那它這個按鍵會不會 會不會按到最後是 也會軟掉拖漆的 一定會 這個都會對不對 這個都會 這台都沒有 這台車一定是停室內車 一定停室內車 因為它的鍍鉻都非常的亮 如果停室外的話 鍍鉻都變 會被酸雨 侵蝕 就會變霧化 所以我光看這個 就一定停室內 所以裡面就一定不會有 環保漆 所以跟停放的那個環境 跟這個環保漆也有關係 對對 你停的時候那種 完全都停4萬的話 久了它一定會脫漆 不過我跟你講 我們還是有瑕疵 你看後面這個 看到沒有 工業風 工業風 沒錢裝潢就是媽 屋頂把它噴黑 短線裸露 這叫工業風 那是沒錢的 不是啦 我們這次把它拆去 它那個皮有點 真的有點脫焦了 對了我要說 老闆這是通病 這也是通病 因為它的椅子 後面的背夾 久了它會脫下來 還有它的那個網子 有可能會鬆脫 那會黏黏的 那一片是最容易的 因為它面積太大 那小進出就會磨到 你的經驗大概幾年以上 或什麼公里數 就可能就會有 就會這樣 以這個車型來說 我也整理過很多台 基本上背蓋都要換 在這個年齡 差不多六七年 因為台灣也熱 所以六七年的背蓋 你去檢查一下 不要太大力 要說你去試車 磨兩台就掉下來 是喔 對因為它是硬黏的 像這樣就不會 像是整個塵風上去的話 固定就沒有問題 所以我知道了 現在是估這種車有沒有 靠一下 就去後面 欸你這破掉了 好 減三萬 不過你看即使已經停室內了 還是會有這個狀況 皮椅那麼漂亮 還是一樣會掉 沒辦法 內裝其實它的質感 我覺得它搭配 那種黑鳥眼楓木的核桃木 其實就質感就是 黑鳥眼楓木 對就質感就很好 然後搭配它的 霧營的這種飾板 其實你會覺得說 這台車 哇感覺是中型的房車 可是帶一點年輕的氣息 對啊 對啊 這個就是像 有一點歐蝦勒的中年人 沒有那麼爽 我剛才想說那個是不是貼皮的 還是炒雞的木頭 沒想到是真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引擎室 引擎室 欸它這很特別欸 對 它這個引擎蓋是這樣 小菁力的感覺 它那個葉子板是 對 有點像那個那種 Porsche那種感覺有沒有 只有中間這一塊 要不然正常引擎蓋 它引擎蓋是開到這裡 對對對 後期 Ross Royce也是這樣開的 對啊 然後是也是這樣開的 帥耶 好 我跟你講看到沒有 1200 1200 1200 就解決了 好這一顆引擎喔 非常酷 因為一般都是橫置的四缸 那A6為了它把它配重 跟修長的車身 它做成直式的 這當初A6是一個創組 它滿足了空間的需求 跟配重 它在配重上下足了很多工夫 真的欸 它之前應該這個四缸應該都要放橫的 對這A6的車上只有一個 A4就是橫的嗎 對A6A4就是橫的 那A6它因為車身的長度 前面都不會那麼空 欸酷耶 所以它這樣子的話 欸可是它這樣子會不會抑制震動比較 小一點點 對不對 沒錯 橫置的話引擎小 模組會比較快 因為它是左右不平衡嘛 那你這樣直的話 它變成在前後的時候 其實你車內感受到的 震動 震動會比較小對不對 沒錯沒錯沒錯 去看車的時候 引擎在打開 夜務手這樣一直撐著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根壞掉了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大家想辦法 我們去看別的地方 因為手痠了 所以趕快叫你去看別的地方 對對對 兩個對於奧迪最大的疑問 是 一個就是它養護起來的成本 我們當然不能拿來說 要跟Toyota比啦 跟Nissan比 對 我們說以這個進口車喔 人家常講2A1B 你覺得養護起來 到底差異性在哪裡 那這台車第一個時間 里程度少是OK的 那養護起來第二個就是 這個會有點吃雞油的 我剛剛說的 對 但是它馬力是170匹 其實是夠用的 但是它就是叫CVT七速的變速箱 CVT變速箱 啊不就之前那個 跟A4一樣那個CVT的七速 對 這叫手自排 所以這顆引擎就比較是 早期的科技 就是 所以這不是DSG 這不是DSG 這是叫CVT七速 那造型比較好還比較棒 比較法體比較容易壞 但是也沒關係 因為到這個年份了 就算法體壞掉 其實它的維修費用 也是在2萬到3萬不等於 欸不貴啊 所以你的風險的評估 如果你買了購入的車價 也很便宜了 這頂多就是 維修這個變速箱法體也還好 那坦白說 DSG是不是稍微貴一點 修起來的話 修起來比較貴 可是坦白說啦 DSG開起來蠻爽的 我是講真的 那個換檔太快了 那個媽 我開到50公里 已經給我換到6檔7檔了 那換成手排 才剛起步 你就一直在換檔 對 很像在開Torakku 你知道24速那種 沒錯沒錯 你要一直換檔 這種自手排 我是覺得它開起來真的是蠻有力的 蠻有力的 那為什麼DSG在台灣容易壞呢 因為台灣用車環境是走走停停 那我們的雙離合器其實不容易壞 但是台灣為什麼容易壞呢 因為它的換檔很快就跳2檔 一檔蠻快要2檔 那你走走停一直跳一直跳 長時間的塞車的時候 它的法體會受熱 就是他講的 半磨合一直在半磨合 一直在半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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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容易壞 那如果你自開DSG的車主 請你在塞車的時候 你就換成手自排模式 不要讓它一直換 對 你就換成手自排模式 越換越磨損 就會跟以前 我記得98年那個Virage 剛出那個 手自排 手自排 雞皮那種那種 然後很多人就很爽啊 消費者就問說 那我是不是要買那個 感覺很爽 我說那個齁 你回來 你如果一直頻繁去弄它 其實也不好 可是反而到現在的DSG 是變成說 如果你在塞車的時候 其實你要好好的去利用它 把檔位鎖定住 不要讓它一直跳來跳去 那這樣換起來 開SMG的那個M3 是不是也是類似啊 上次山路開一開 給我鎖起來 鎖起來 過熱 那就是過熱 保護裝置 其實那裡不是不好啊 等它冷掉又好了 再開 我看完小時候把那個M3 我覺得 哇 如果再估到一台M3 我就不賣了 我就留起來自己開 我真的又估一台 那可以隔開嗎 那一過戶回來 手排的 手排的 不用怕過熱 因為上次鎖擋嘛 手排的就不用了 太棒了 就不用怕鎖擋 好不好 除非你自己腳抽筋 鎖擋了鎖擋了 你這手排怎麼會鎖擋 腳抽筋 那我們請這個彭董 我們出去幫我測試一下這個車 雖然我們看起來里程OK 車況也OK 然後引擎也OK 那我們出去試一下說這個車 幫觀眾朋友幫小事推銷一下 好 OK 因為我們很少推銷 搞不好觀眾朋友看到影片的時候又賣掉 又賣掉了 所以我們今天來請這個 好 好 James Pong幫我們測試一下 好 出發走 我們直接出發 GO 我們就出發啦 好 迫不及待了 其實我一上車 一發動完就知道它的引擎腳非常的好 這個車你一摸 它的震動非常的小 自震真的嗎 所以它的里程數一定是準的 不然就是它已經有換過去 對 非常的好 這完全沒有震動 引擎腳這邊 變速箱腳在下面 如果打進變速箱的話呢 抖動 那就是變速箱 所以我們會先前進試一次 會不會抖動 欸 不會 如果前進會...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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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變速箱腳 這個鋼帶對不對 這是鋼帶 誒是鋼帶沒有錯 但是它的變速箱腳的磨損其實很快 那我們現在把它虎 很輕微 這算幾乎沒有了 所以正常 所以奧迪上車三重之後 第一個發動完先摸方向牌 引擎腳沒有問題 第二個 入檔 慢慢的前進 慢慢的 請不要踩油門 然後慢慢的 讓它慢慢進去 沒有抖動 對 OK 那再往後把鼓鼓 第三重之後往後 也沒有抖動 所以非常的好 這基本上這台車的 耗材基本上不用擔心 那我們就可以開心的 往前走了 好走 好 然後發現它的底盤 好Q喔好舒服喔 一出來感覺就好舒服喔 等一下測一下它的隔音 這樣測就非常的安靜 所以我在試車常常會把門 打開跟關起來 我們試測好不好 後面沒車 來 請聽外面是這樣 那麼吵的聲音 但是我們數到3 1 2 3 不見了 Shit 哇太安靜了 隔音太好了 所以 Audi的隔音真的不是蓋的 所以它音響不用到太好 只要隔音好 基本上音質就不差 然後以前我剛買A6的時候 最喜歡載我老婆上車 我說幫我拿個東西 拿什麼 手刀箱幫我拿一下 手刀箱 摸一摸 不知道在哪裡 我說來 請幫你服務 喔喔喔喔喔 細節力 在這裡 在這裡 對 阿呆在這裡有沒有 然後他就說 哇老公這怎麼那麼酷 放一朵玫瑰花在這邊 哎唷 玫瑰花有沒有 如果是阿呆的話就保險道 而且還放一盒 一盒還不夠 年輕人都這樣 你看一盒還不夠 你看 然後我們在試車的時候 常常都會變什麼 你知道 大家每個都變柯南 就開始去 感受一下 一直去聽說 到底有什麼聲音 哪裡有聲音 除了當你要試車的時候 不是當成柯南 就是變成拓海 就是我們就希望不要有兩種個性產生 就是很輕鬆的去享受這台車給你的回覆就好 對啊 對啊 底盤啊 引擎啊 反應啊 你都去聽 然後什麼 有沒有什麼哪裡的聲音 我跟你講 其實 車有問題 它一定會亮燈 哦 對啦 這種現在高科技的時候就這樣 對 那就是很真實去感受這台車 你看 它底盤那麼Q 輕彩油門的那種愜意 它不是很快 對 可是 它就是讓你在一個 很安全感的 的傾向下去 享受這台車 而且隔音很好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看它退檔 都是CVT 如果法體有點問題的時候 慢慢停留的時候 你看它三退二 會不會盾一下 哦盾 只要盾一下 哇 它的間隙就過大 哦 間隙過大 對 就是準備了 準備了 就是差不多3萬塊 也不貴 但是 就是你去享受這個 兩百多萬的車 現在只需要幾十萬 其實 哦 這個是CP值的問題 CP值太高了 這一台的話 11年的A6 我們現在如果試駕 我覺得還有接近快50哦 接近快50 我覺得 因為它領程度很少 這跑6萬多 基本上 如果我賣40幾 會不會被你們幹掉 好便宜哦 會不會賣太便宜 CP值太高了啦 太便宜了 不是啊 因為我不是專家 我們都是 覺得車好 然後試一下沒問題 問題少 我們就 不是 我們也是便宜買便宜賣啦 對 會有時候我都很擔心 會破壞到市場行情 等一下那個詹姆士到外面 通常聊天 我那小時都黑白白 那車都黑白白 哈哈哈哈 矇矇矇矇 行進間超過60 如果有密封叫 那就是要換輪胎 對 換輪胎 我覺得路況車是目前開到現在 已經可以算是B加等級了 然後它也不會產生它的 美亞令古落也是不太好的 噢噢的聲音 對對對 也會不好 覺得它這個外型哦 奧迪的車有時候外型做的比較溫遠 比較順一點 比較順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地方的風切身其實 有幾乎是沒有 哦 那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把這個天窗試板打開 你的GoPro 對 不然正常其實像我在試到一些國產車 對 你把這個板子打開 其實你會聽到這上面的風色 哦 對對對 它們這種玻璃應該都比較紅 所以感覺也感覺不出來那個聲音 隔音真的比較好 隔音真的比較好 車況也很好 所以底盤的回饋也沒有太多的影音 對 如果說避震器上下座 或是三角下的問題 開起來就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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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那就不行 我發現這 大概這很特別哦 它這個現在是溫度對不對 對 然後我按風向以後 它就跳成風向 是共用的 對啊 共用的 我記得國產車那個 那個胸部掉到肚子那台 你上的那台 Joke Joke 好像也是這樣 對 就是共用 共用一個旋鈕 以前我還可以上車最喜歡玩的第二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是手套箱嘛 對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當我後面有朋友的時候 我就習慣按這個 哦 這樣你會嚇到 你看後面有什麼 咦 對 那還好 那個我們Saviro就有 就有 以前Garren就有 就有了 對 還OK 這個是自動停車 自動停車 它螢幕就會跳了 螢幕就會跳出來 就是它有一個八箱的雷達 十萬 去哪裡找這麼多 它專業在哪裡 我們每次在介紹車 就是有前後雷達 我們沒有在講幾顆 它連幾顆都知道會不會太變大 我們都嘛 哦 這有前後雷達配備的 哇 它還要記幾顆 螢幕開關那邊 對啊 如果晚上太亮 哦 太亮了把它關掉 對對 那這個很酷 就是你在發動之前 還可以去做這個check 如果產生一些故障的話 它就跟你講說 來臨片啊 煞車片啊 溫度啊 會從頭到尾 自我檢查一次 對對對 對不對 電壓夠不夠 對 它如果說OK 就OK 我以前很喜歡 奧迪是它全部晚上紅色的燈光 以前我們真的喜歡那種紅色的 可是它現在很多都改成白燈了 以前好像是就是 福特的車子還是綠色 對對對 Toyota也綠色 然後 然後 冰式還是那種 它帶點黃泡泡草的 對對對 W系列 比較年輕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一上奧迪的車就覺得 哇 晚上這個燈真的 太美了 很像開飛機 你知道嗎 然後明明功能沒那麼多 然後它弄得全部都紅色 對對對 全部都紅色 我就覺得功能很多 浮誇啊 浮誇啊 正式上沒有那麼多功能 因為是燈具廠 燈具廠 燈具廠 這個車其實CP值滿高的 因為你現在花在四五十萬 好我們假設五十萬好 你如果買馬三 一四一五年 一五年的混動馬三 要買到五十萬 其實還買一百的 那它的房車勒 馬自然有一個房車叫做馬六 是不是 哦馬六 馬六跟馬三價錢其實差不多 對對對 哦馬六應該也差不多這個價錢 對 然後還有 奧迪還有一個比較酷的地方 我覺得我自己蠻喜歡的 這個天窗它是無段式的旋鈕 就是說一般我們都要壓 哦對 它是轉到哪開到哪 哦我懂 我懂 所以以前它轉盤式的 轉盤式的是非常方便 然後直接上壓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非常好 哦這個是新的開關 以前不是這個 以前我記得是一根 然後可以 也可以壓 整顆壓 可是它現在是做這個小的壓的 然後它轉到底的時候 還有預留空間 可以再轉 把它全開 它到底還有一點點空間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蠻方便 這種的質感就是配起來 有豪華感 但是它又不會說 太奢華 它那時候都是敏天鵬 對 敏天鵬 那如果要S-Line內裝 就是黑天鵬 哦 它也是可以選S-Line內裝 而且椅子有兩組 重點是有兩組 兩組不夠啊 右邊沒有 不行右邊沒有啊 漏氣了 在那邊抓包 在那邊抓包 欸椅子誰調過 你剛在誰 然後就開始柯南就來了 開始找頭髮 找他有沒有掉頭髮 拉出來有沒有 阿呆這頭髮是誰 然後這樣 然後跟自己比 跟自己比 不是我的哦 阿呆這頭髮是誰的 媽的 你在罵我是不是 媽的 好那其實我們回到這個手字牌 我們剛沒有測到手字牌 你等一下可以測 回去的時候測手字 那個轉速的數據 全部都灌到他的行車電腦裡面 這假的 這麼神奇 真的真的 所以你只要快速的五分鐘 激烈操架完 你再去發動它 重新發動它 你再踩油門 馬上變 就變成你的 你的東西了 the style 很酷哦 哇 先不用急著改晶片 超酷的 先用五分鐘去激烈操架完 它的反應 但是油耗就怎麼樣 哦 當然會跟你開的會不一樣 黃金右腳 對 就會不一樣 所以一般的A6的車主 他的使用習慣 都是很順順的開 所以你一開一定 一一實驗你就覺得 好像沒力 那是因為跟你原本的設定的預期不同 邏輯不一樣 對 但是如果你去透過 比較運動式的操架它 它就會回復到比較運動的反應 那這個功能在哪一些車系上有 還是都有 幾乎都有 幾乎我從之前的A3 一直到A5到A6到A4 其實它這個備速箱 電腦都會有這個模式 哦 你回想一下 往梳花開的時候 對 一開始開好像鈍鈍 可是你一直過彎 一直開 後來它反應越來越順越來越順 哦 那這個要怎麼讓它學習 就是要用手自排 切到手自排就要先 比較快速的降難 好 照自己的方式開 對 你就讓你的轉速 要聲浪 有 直列四缸還是很好開的 對 然後讓你的轉速可以在五六千 快速的去 對 那它就一直記著嗎 它就一直記著 但是如果你突然 可能一天你就覺得 一整天都是慢慢開 才會回復到你原本的模式 對 它是一個很即時可以 反應你路況需求的一個 嗯 學習的模式 所以它這個也是這個 也有那種內建的 Sport的模式可以選擇 呃 這台車目前只要到S它都是可以的 只要調到S就可以了 對 它的反應就會比較快 Dynamic 對 它連懸吊都可以控制 那很酷啊 它是連懸吊都一起 對 而且那一批的S5R 它是選配的 正常是沒有的 正常是沒有的 對 所以你那台Dynamic是選配的 哦 懸吊跟椅子都選的 哦懸吊椅也是選的 S5也不是都同椅喔 你那兩台都是同椅 都是滿配的 哦都是滿配的 我都買過沒有 只有枕頭的S5 那開箱就 只有枕頭是S5就對了 對 它自己秀的 所以你那個配備是滿配 哦是滿配的 對 有同椅加電子懸吊 專業就不一樣了 我個人小細節都不知道 今天真的很謝謝詹姆斯鵬 這個奧迪達人 像我們這種 不是對這個車子 不是那麼專業的地方 真的很多的小美角真的要做光客 沒有沒有 我覺得這真的 因為二手車是這樣 我們接觸到的車種太多了 太多了 每一種車有各種年份 各種形式 什麼時候改款 改了什麼東西 每天一直在學 從舊的學到現在 新的還一直在學 對 以前也沒有什麼 啊跟車什麼 慢慢一直學 一直學 還有全數域半數域 自動停車 光自動停車每個都不一樣 不一樣 操作方式不一樣 然後那個 我現在的BMW還有那個 你到死巷子 然後你好像按了以後 它會記憶你剛剛來過的路線 自動幫你倒出去 哇很棒 就是記住你進來 這個巷子的軌跡 對 然後你按完以後 你要倒退 它就自動幫你依照 你剛剛進來的軌跡再推出去 要不然不用一個一直這樣看 對 因為以前考駕照 像考S型進去出來一樣 哇 這個科技一直進步 每天都在學這個 打氣盒有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個行業還是要怎麼樣 專科專門 這樣大家買的時候 也會比較放心 所有疑問就可以得到正確的解答 沒有沒有 甚至說協助他們 這個小問題 哪裡處理一下便宜便宜 幫你介紹達人 修這個車的達人 對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我們這個要 這個行業應該把它轉成 類似像服務業一樣 而已啊 不是像商人 商人 商人回來 洗到穿去 賣利 賺差價 可是我們要提供服務啊 要提供後續 諮詢 沒錯 以前賣車 早期都聽老前輩說 保固有沒有 保固到哪裡 保固到巷口而已 我們有保固三年 三年 兩百公尺 先到回去 先到回去 開出去就沒了 好不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詹姆士皇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跟我們詹姆士的頻道 我們會放在下面 下次見 拜拜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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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ton see so I forget Your persistence kept on pushing through The day I knew I needed you I was complicated You made perfect sense I was slowly breaking But you knew how to mend We're searching for some answers Who I was and where I'm running to I was looking for me When I found you When I found you When I When I found you 阿呆這頭髮是誰然後這樣 跟自己比 不是我的喔 阿呆這時候你要怎樣你知道嗎 從鼻子這邊拉一根出來 哈哈 沒有那是我拉出來 然後折斷 你看我的鼻毛 對對對 會不會 下次被抓包的時候你就這樣 從這邊拉 太多招了 對拉一根出來然後跟他比 你看這我鼻毛 對 耐個不了 就是這樣 怎樣 太招了